根据干男真实事件改编,由高熙熙指导少兵刘端端领先主演的战争史诗电影《八子》将于6月21日公映。 6月9日晚,导演高熙熙携主演刘端端现身重庆与影迷一同观影,并分享拍摄的幕后故事。 电影《八子》以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时期为背景, 讲述了一位母亲将八个儿子送上战场保家卫国的故事。 影片中,少兵饰演牌长杨大牛,刘端端饰演右弟满仔,片中传递的母子情和兄弟情感人至深。 据悉,高熙熙曾指导历史的天空、幸福像花儿一样、光荣岁月等多部历史、军旅、战争题材电视剧, 并收获飞天奖、华镖奖、精英奖等奖项。 他告诉中心设计者,他对于这类勇士题材作品有情怀,也很熟悉,因为自己曾当兵三十余年。 一直以来面对军事题材也好,战争题材也好,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有,你就像幸福像花儿一样, 我不仅就在大院,而且就在部队文工团,所以本身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, 那么就面对这个八子这个题材也是一样,因为之前在完成历史的天空也好,完成光荣岁月也好,等等, 包括这个马上天下也好,都是基于一个目标,就是对我们这个革命先列的一种敬意和怀念。 谈及演员的选择,高熙熙表示,除了考虑人物角色外,由于拍摄条件艰苦,拍摄环境基本是寒冬、雨雾、泥水、炸点和黑烟, 演员能否吃苦也是考虑因素。 我觉得之所以高岛会选,我应该在我身上有蛮仔的影子吧,老大之前说蛮仔药一个脸上有稚气的, 但是正好我脸上有稚气,然后也有点酱气。 当晚,正在重庆拍戏的演员郭小冬和霍青也一同来到现场观影, 郭小冬表示,自己曾几度落泪。 我有几度落泪不仅仅是因为剧中的那种情给我的一种苦, 那种感受更重要的,我觉得那种作为演员在这个剧中能够得到这种体现的一个状态, 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,我挺羡慕他们的, 因为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热血的年代生活了一遍。 我和高熙导演啊,07年就合作,他的一些拍摄风格, 就是我不能说烂熟于心中啊,我也都是非常了解。 我一到现场我都被震撼着,他们每天都在这种零下几度的环境当中, 都在这种甚至是到了气概的这个冰水泥水里头,这么摸爬滚打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6月10日,第25届上海电视节拉开帷幕, 作为本届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,高熙熙告诉记者, 他相信最佳电视剧一定是优秀且观众喜欢的。 能获奖的作品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作品,而且今年我看了一下片幕, 包括给我的这些资料,我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优秀影片, 我觉得比去年和前年都更多,而且更扎实。 因为这一届其实我们最高兴,或者说是最欣喜的是, 它正好去年到今年过程中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, 所以有大量优秀的剧目,正好云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播出过程。 所以我相信这次白玉兰奖在大家共同评委的这个努力下, 应该能评出优秀而且观众喜爱的作品。